所謂舞蹈的人 同時在基督徒他們犯的錯誤在哪裏 就是上次的宗教的態度就是 他們說佛教又好 教人生道理 媒教又好 多順正 然後老子教我們又多好 老子教我們又多好 基督教教他們 但是這一種的態度 他們的錯誤在哪裏 就是正正我所說的 就是不符合理性 因為理性是一個最基本的特性是什麽呢 就是說如果一句說話是對的 跟這句說話相反的那句說話 就不可能又是對的 如果我說你穿件紅色衣服 我不會同時說你今天穿件紅色衣服 你現在坐著穿紅色衣服 我同時說你現在坐著又穿件藍色衣服 不可能兩句說話都同時是對的 所以很多這些人信得紅茶的意思就是 他們說中間都頗好 所以我們有信錯我沒有放過 是否都先相信了 那這個做法其實就是另一種迷信的表現 因為他們的出發點是一個動機是什麽呢 就是萬一他有少少對 幾大都拿著他才行 就是這樣 連基督徒也有這樣的錯誤 所以我們說我們可以開放和大致宗教比較的意思 不是說每樣都順利 絕對不是這樣的 你比較的目的是什麽呢 就是要給他給他給他 希望最後找到一一樣對的真理 可能你對十樣東西 十樣你發覺最後都錯都不定 但是絕對沒有可能有兩個都對的 最多只有一個對的 如果那十個講不同的東西 所以如果佛教說他有個真神 梅教他有真神 天主教他有個中神 基督教他有個真神 腦子說他有真神 什麽都好 有什麽古靈精 說赤教、魔門教的那些 說他們有真神 他個個都說他自己相信的真神 最多只有一個對的 不會有多於一個對的 可能連一個對的都沒有 OK 是不是 那才是一個合謀緝的一個觀點 所以我們護導學的目標 第一就是說我們是否可以證明到 相比之下所有傳承的宗教 真的只有基督教似乎是唯一的真理 就是相對於另一個宗教 第二就是不要相對你 正確是純粹自己獨立來看 基督教的信仰 是否跟我們的觀察 跟我們人可以推理到的東西 是相吻合不是相違背 就是這兩個目標 所以我們反對一些人 什麽叫迷信 迷信就是違反邏輯的東西 就是說很多運動員都很迷信 他們比賽那天就由宿舍走到運動場 走左邊的路 走左邊的路 他們說我每次走左邊的路 好像好運一點 他們就走右邊的路 然後就打球那些 我每次如果打球那天 先穿左腳的襪子 然後穿右腳的襪子 那天打球就好一點 所以這些是否信仰呢 又是迷信呢 那也是有些基督教徒 都會做這件事 是啊 但是你將它定性為一種信仰 又是迷信呢 我覺得這些是迷信的 為何你說它是迷信 不是信仰呢 那它信仰呢 它不會說一定要我要聚集的 因為你想來想去 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問題 定了一筆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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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說因為 因為穿著腳脈才會打贏球 即是跟我們的人可以理解到的邏輯 完全違背 我們怎樣都找不到那個關係 而且事實上 如果你做過研究 就是統計學 左腳和右腳的人一樣 有這麼多波書 有這麼多波書 沒有分別的 所以證明那個信仰是沒有根據的信仰 所以是迷信 所以避信的特性就是這樣 如果你自己多些準備自己 機率就好一點 即是你打球之前 儘量操練熟悉場地 或者說你睡覺 睡覺、睡覺、精神、補充營養 那些是尼合羅宙 那些不是 那些是紅衫、女衫、女衫、女衫 我告訴你 但問題 你有沒有把一個因素放下去 一個信心的因素 放下去 但這樣完全不同 即是我知道一件事 未發生的事 成功或者失敗 即是一件事 但如果給了你信心 一個人給你信心 你不怕你去 有信心 即是像走河海一樣 對 人走河海 走河海 走河海 那你就可以了 那是信心和鼓勵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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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不是 所以這就是很重要的 澄清的觀念 就是信心和迷信的分別 那就是 那就是 迷信的定義 就是那些是 違反我們所能力推理的東西 那信心 都是有一些我們 好像虛無飄渺 那為什麼我們說信心和迷信是不同呢 那些信心 一圖祈禱 或者琴神保守我們 第一 我們要看看 我們有沒有任何的根據 什麼根據 就是經驗上的根據 我們看全世界幾億萬的信徒 他們說祈禱 他們的經驗 有沒有祈禱得答案 這個是一個的測驗 第二就是 如果我們信 那個人真是神的話 一個大前提就是 那些人信神 有些人說他們信神 大家不祈禱 那如果我們信那個人真是神的話 神可不可以答應祈禱呢 就是干涉這個宇宙的進程 因為你的祈禱而干涉 如果真是宇宙有一個真實的 他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絕對可以這樣做 因為是合成合理的 他不聽祈禱才不合理 因為如果有神又不聽祈禱 這個神跟我們無關 但是一個信神的人 一個信神的一個神 如果聽人的祈禱 他一定一聽祈禱 有某一些原則 我們就看看中國人每天神佛的神 我們擺觀音 擺神珠牌 拿著燒珠去 像上星期 李師父那樣 燒完之後自己吃花 如果這個觀音是真神的話 第一 他收了你的燒珠 第一 如果他好像我們構想的那個神 他應不應該對你的燒珠有興趣呢 我們可以這樣質問這個問題 如果他真是神 他應不應該會忍著吃燒珠 那隻燒珠是你那些人去拿 所以其實 因為觀音不會吃燒珠 就是 我不知道要擺什麼 是啊 吃真的 你拿那隻燒珠 對 真的可以 問題是 如果這個觀音是真的 是水果 不是觀音 吃燒珠 觀音是對著海的 觀音應該是吃魚的 觀音應該是男人 觀音是中性的 不男女 有些人說是女人 有些人說是男 我記得 觀音 創造觀音 就是有一段故事 中人創造觀音 就是要討好男人 又討好女人 所以他做了一個中性的觀音 看來不男不女 就是三文士 真是對的 就是這麼多個佛裏面 觀音是不男不女的 看來的樣子 也有次男是次男的 但是 如果這些佛是真的話 他不知道應該是否貪圖你 這些 如果他真的貪圖的話 OK了 但為什麼要討好他自己吃飯 所以呢 我們從這些質問裏面 就發覺 整個滿天神佛的信用體系 有很多問題 很多自相謀的問題 好像以前的希臘 信滿精神才一人 人和中文好像 那些神又打架 喝醉酒 飄到喝吹什麼都做齊了 然後又被辭職勾心斗角 就是一群這樣的神 掌管這個宇宙 會不會管得怎樣呢 所以呢 這些多神論的主義 很多自相矛盾 所以我們護教學的出發點 就是 當我們純粹是很天真的 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如果發覺他們連這些問題 都答不了 這個肯定不是一個值得 我們去追求這個信用 起碼他們答得到 都很合理 答到這些問題 才是值得去追求 這是第一個條件 還有第二個條件 就是我們經驗上 我所信這件事 我和這個所信的神 交往的時候 是不是第一 我們覺得真的有問有答 大家有交通 有雙向的交通 不是 你拜了 拜了拜去過神主 拜了還在這裡 是這樣的 還有 牽連到很多其他事情 是否各樣都合情合理 至少他自相不會有矛盾 自己和自己 不會有矛盾 這是一個合理的宗教 經驗上面 我們和這個神 在祈禱的時候 這個神是否答我 是否似乎 不是讓人相信我的意思 是信他自己一套 很行徹 很 consistent 一套的意思 行事 但當他行事的時候 又好像 和我的祈禱 大家有互動 這樣才是一個合理 一個中間 除了基督教 有沒有其他 滿足到這些條件的宗教 差不多有 但是我們在追溯之下 始終要研究結論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所以我們的結論 始終是 基督教是一個最可信的宗教 比起 譬如回教 回教也是信一個獨一真神的宗教 但是 回教之後 發覺回教所信的神 是一個很可怕的 很凶惡的神 雖然他只是一個神 他們要很強調 不可以有別的神 不可以拜後掌 不可以 在日常生活的應用上 亦都講人 教人很多道德上的規定 這與基督教類似 但到最後 追溯那個神的特性的時候 發覺回教和所需的神 是對人 是一個很凶殘的神 而沒有基督教 相對的平衡了神的公義和神的慈愛 有兩方面 教多妻 當然也有給全道的人 全會教的人 我們覺得很不合理 如果一個是合乎真理的信仰 為何要靠暴力來叫人去教 直到今天仍然是這樣 為何他們要拿著把刀去全教 如果他是在真理上自己站立得穩 為何他要殺害他們自己的回教 那些子女、親戚 一有不合理 連自己的女兒也斬頭 都可以做得出 一個合理的信仰 會不會有這樣的教導呢 即是我們基督教 雖然我們都很想 這些子女生出來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不承認這些 每一個人要他們自己 信耶穌才可以做到基督徒 不可以因為生出來是基督教 家庭的就是這個基督徒 而我們不可以監禁他們做這個基督徒 不可以監禁他們做這個基督徒 因為如果是真理的 根本不需要用這個基督徒 只要公開在一個所謂的 在真理的市場上 大家給一次公開的辯論的時候 我們相信最好贏的資質就是 那裡真的不需要